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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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陪佑会历年都非常关注女童的权益 在今晚也举行了电影欣赏会 为本年度爱女孩活动揭开序幕 Kenny你好 其实想知道 为什么你们会举办今次的活动 是的 陪佑会在1937年开始成立 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小朋友权益的工作 但是在工作里面我们发现 其实女童在很多情况之下 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比如读书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先让男生读 女生没机会 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公平的习俗 比如说有些国礼 甚至是女童被迫早婚 在灾后的时候 为了要令到家里的负担少些 也都将女孩早点嫁了出去 所以女孩在发展国家 是受到很不公道的待遇 我们在2012年 希望唤醒全球的人 是关注女童受到不公平制遇的情况 我们搞了一个叫做爱女孩的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这个活动 多些是帮助到发展中国家的女童 我想问问你 对于出席这次的活动有什么感想 其实看到这个社会 真的没有那么关注发展中的女孩子 她们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对待和歧视 希望在这里令更多人 关注她们的不平等对待 其实透过马拉拉 你希望香港的小朋友 在这里得到什么啟发 我希望她们能够知道自己的权益 然后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 而不要逆来顺受 或者是怎样就怎样 她们应该才能够知道自己的 但是她们也不在这些事情